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种 一个是采购单直接输入 第二个 请购单叫什么 是不是叫维护作用 维护作业 对不对 再经过更新作业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印象 有吧 今天我们讲请购单之后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叫做什么 采购单之后 叫做采购单的什么 如果你要做变更的话 变更作业 对不对 采购单变更作业 这个部分有做过吗 还没 对不对 还没 等一下我就先把采购单变更作业 做一个处理之后呢 我们今天新的进度是什么呢 新的进度 我上一次讲过 所有的变更作业都很简单 新增 新增完以后呢 然后呼叫要变更的单据 要变更的单据 你可以选择 出来做就可以 等一下我会做一个示范 好 采购完以后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下一个部分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课本上告诉你 你看一下 在五支五十七页 我们采购以后要进货啊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今天的进度是进货单建立作业 好 进货单建立作业 进货单建立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几个情形 当你进货 你必须要怎样 要验收 对不对 要验收 所以有一个叫验收单建立 好 我买了一千个 假设好 一百部电脑买进来 那电脑呢 必须要验收 验收之后 如果是合格 那通通就是验收单就建立完成了 进货单就建立完成 如果说验收的过程有出毛病 可能有两部电脑不行 有问题 我一个情形是叫退货 所以叫做验退 一个叫验收 然后验收如果合格 那就是叫做验收单 那个进货单就完成了 那如果不合格的话呢 它叫做验退 好 叫做验退 那今天我们这两个都会跟你讲 你看一下那个五之五十七页 看一下五之五十七页 课本上有一个图 其实跟我现在想的东西是一样的 如果到假设我们这边呢 验收完成以后呢 课本上会给你 还在跑 会给你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货品入户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给他讲完 我们先讲进货单建立 跟验收 验收单 验收验退 我们先谈这个部分 那好 来我现在做一个示范 荧幕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进货 进货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已经买了 所以要进货 那进货有一种方式 我们在采购 采购管理系统里面 有一个叫日常移动 里面有一个进货单建立 看这里 或者只要采购系统里面 这有一个叫做进货单建立作业 这里跟这里都可以 好 那我们先看进货单建立作业 我顺便会跟你讲 那个采购单 如果你还没有确认 怎么做法 好 一定是什么 新增 对不对 新增 然后进货单别呢 一定是配销 内 无内配销 好 这时候很重要 供应厂商一定要对 你选错的话就没办法了 那我如果忘记呢 我忘记呢 很简单 串查 串查里面一定会有什么 采购单建立作业 可以看到 那你就可以查一下 查一下之后呢 你可以知道 你上一次做的是什么 譬如说上一次呢 2012 11001到11005 都是做过了 我们用11001来看看 好不好 已经有核了 没问题 002没核的 我们看看没核的怎么做吧 如果没有核 那必须要怎么办 赶快 赶快来核 而且呢 你要注意哦 这是大进公司 对不对 好 核定 确认 是大进公司 2012 11002 好 而且这品名都有了 我再新增 然后呢 大 配销 再来 大进一定是对的 这时候你直接在这里 复制前置作业 记住考题 进货单建立作业的前置作业 有采购单跟介入单 什么叫介入单 我先说明 以后你用的时候就简单了 介入单意思就是 假设我今天 库存不够 别人 或者说 我要卖出去 库存不够 我来不及采购了 我直接就跟我的兄弟啊 其他的好的公司 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公司 跟他借 他愿意的话 直接会用介入单 进到你的库存里面 假设我用三星的 三星 三星的话呢 我找一下采购单有没有 好有了 这一个是有的 刚我找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好 他马上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这一笔资料了 而且呢 他提醒你哦 你的提前交货 是不是可以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我之前在做的时候 是比较早以前做的 你看他的交货日期 他的交货 他的交货有效日期 交货日期在哪 验收日期11月27号 那提前交货 本来不是11月27号的 那你看过没有问题 那好 没有问题可以 可以呢 接下来这样已经完成了 因为资料都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你可以看哦 350 竞价350块 然后 他的数量多少 还没验收 验收数量0 经过数量5 对不对 好 假设说我现在经过数量 可以不可以改 可以改 假设 我在这时候 我把它修正 也可以 同时在作业 同时在作业 可以125 那好 再检查一下 发票 有没有问题 黄颜色一定要输入 其他都没有问题了 那这样没问题之后呢 我就 储存 储存以后呢 就表示说 进货这个单子 我已经做好了 这样懂吗 做进货单做好了 我刚刚讲过 进货 看黑板哦 进货单进来以后 要怎么样 是不是要验收 是不是要验收 好 好 你看一下你们课本上 在那个 五支59 五支59 我把它 秀出来给你看 刚刚到这里 进货 进货单 在这里 做法就是 我们新增 选好以后 然后你要用 这个叫前置单 前置的复制 单据复制呢 用采购单 然后找出这个单别以后 确认 他就会把资料带进来 再进来以后呢 这里面是品名 这里面是采购单 单别会出来 而且你要注意 这有个代验 好 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个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那个部分 这里 你看哦 刚刚我们找的部分 有一个代验 代验 有没有看到 玉琪码没锅 因为他还没玉琪 代验就出现了 等一下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呢 尤其这个代验 验退 这个都没有 这是空白的哦 我等一下做到验退 做完它自动就会打勾 这自动会变成 比如说不良 或者凉 等等就会出现了 好 接下来 因为这已经完成 我就接下来下一个 下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 进货 进货单验收作业 看到这里 进货单验收作业 可能在这里是 也是进货验收 这也是进货验收 这里有进货单验收作业 我假设按这里 选择这里 它会有一个叫 进货单验收作业 记得 记得 你看这里有没有新增 没有 看不出来没有新增嘛 没有嘛 对不对 其他新增 所以你要注意哦 意思就是说 进货单建立作业呢 做完 马上应该直接就会做 进货单的验收作业了 知道吧 所以刚好没有 没有确认 不需要确认 然后进来这里就没有新增 直接用查询 查询以后呢 如果你记得单号 如果你记得你直接单号 你输入单号呢 它就会出来 如果没有 那就表示那个单号 你输入错了 那怎么办呢 你直接选 你找出你的单号 应该是这一个 1002才对 刚刚我没有弄对 102 好 如果你选它 然后呢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在哪呢 这些写代验 这里写代验 然后 这里数量 这个是数量 在这里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你们发现 这里面好像都不能输入 你要透过什么呢 如果 这种情形记得 一定要用修改 你透过修改之后 资料就出来了 你没看到125 刚刚我写125嘛 自动带出来 我找出它的时候 你看这里是零的哦 好 我修改以后 自动把资料带出来 看到没 好 我还告诉你说 你要验收嘛 验收假设 验收数量是125 计价数量125 验退是零 表示通通是好的 你们发现这里 它出现一个合格 这里面会有几项 免验 不用验收 代验是 如果说还没验收 它就会出现代验 刚刚已经出现这个 叫做合格 如果说 你看哦 现在它自动是合格 如果在验收数量写 多少呢 我写 121 自动这里会变成 验退四个 有没有看到 而且这里 自动变成不良 好 如果我现在验收 有四个不良 我这边直接说 验收数量是121 即将数量当然是121 验退会四个 那这里会产生不良 那好了 没问题 我在看其他资料 有没有变化要改 没有 那没问题了 我打勾 打勾以后啊 必须要怎样 确认 它现在已经直接就确认了 那表示 我现在已经做到哪里了 进货单的验收作业 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课本上面 另外还一个 叫做什么呢 叫做 验退哦 在5-61 有一个验退 那还没验退之前 我们来看看 刚刚那个资料 会有没有改变 我刚刚不特别给你看吗 要你看说验收情形吗 我先把它关掉 我们看什么呢 看进货单 这是验收 已经合了 那我们来看 回来看进货单的形形是如何 查阅 查阅刚刚那个进货单 最后一个 如果你记得的话 就是直接打2012 11002 如果记得的话 如果不记得 你看 不然如果不记得 就刚刚那种查法 如果记得 我查阅 直接打2012 11002 确定 它就进来了 好 我们来看看 检视一下 刚刚我讲的事情 金额也出来了 在这里 交易资料 交易资料这里 你看 不良 有没有 直接就出现一个不良了 然后验退 有没有 还没退 现在还没退 所以验退码没有勾 然后呢 这里会有一个 数量是多少 在这边也很清楚 来 我们看一下 确认码 确认 然后数量呢 在这里 好 验退是四个 计价数量 121 有没有 直接就改过来 好 假设现在已经到了验退 然后呢 我要做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看课本上的第五之六十一页 五之六十一页 叫做验退的 验退件 验退件在这里 退回 刚不是验退吗 验退只是工作 在验退 我要把它退回 退回的时候呢 一样 我一定要新增 新增 刚刚厂商是谁 三星 对不对 进货的单别字 就是这一个 进货就是退回是四个 那有没有问题 再查一下其他资料 没有问题 我直接打勾 就验退了 就完成了 就已经完成了 你看一下 三星公司验退在这里 今天2012002 这个就没问题了 好 那完成以后呢 等一下 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进货单 看一下进货单 我们再查一下 201211002 好 确认 得到结果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资料 里面的 刚刚看的部分 已经不一样了 不凉 看到没 然后验退码打勾 有没有看到 自动的 这些都是考题 这些考题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一个验收 进货 验货 然后验退 已经把它整个就完成了 到哪里呢 已经在 五之六十二页 说 讲完了 五之六十二页 已经完成了 好 然后呢 我先让你们练习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练习呢 有五之六十二页 是一个练习 有没有看到 五之六十二页 是一个练习 然后呢 再来 你可能要先完成 先完成哪一个呢 先完成 五之五十一 那你们要做一个练习 先做五之五十一 练习 应该是这里要练习 五之五十一 然后呢 这里五之六十二 五之六十二嘛 对不对 好 五之六十二 其实它的练习 包括 包括这一个 包括验收 包括验退 等一下 我们再讲下一个单元 就是 好 那个 另外一个单元 我们先暂停 让你们去做练习 练习记得 五之五十一要练习 再来五之六十二 如果万一 万一你这个前面 已经没有做好 那你只好用建立的 直接建立一个采购单 照那个数据做采购单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告一个段落 先让你练习 我把它还回去给你了